都说皇帝贵为天子 但抛开特殊的身份地位 他们也只是凡人 既然也是人 那当然就会有些爱好 纵观古今 有的皇帝喜欢儒雅风流 五文弄卧 有的喜欢朝堂之外 世景之乐 还有的则纵情男女之欢 酒池入林 可偏偏就有这么几位可爱的皇帝 头位有些与众不同 他们的嗜好跟权贵似乎没什么关系 而是非常的小清新 钟情于葡萄酒 下面我们就来细数一下 中国皇帝界的葡萄酒投资达人们 魏文帝曹丕 吃货皇帝的葡萄酒品鉴心得 一说起中国古代皇帝 印象中首先就是后宫嘉丽三千 可是偏偏有这么一位 小清新皇帝不爱美人偏爱吃 用现在的话说 那就是造诣资深的一枚吃货 这位皇帝就是魏文帝曹丕 他与大臣交流时 连对葡萄和葡萄酒的点评都非常专业 水准之高堪比当今的世界头号 品酒大师罗伯特帕克 不信 看看下面这段文字记载就知道了 曹丕著作的《语无间书》中 由详细的记载 中国真果甚多 且赴为说葡萄通今葡萄 当其诸下摄秋 尚有余蜀 醉酒塑醒 掩露而食 甘而不孽 脆而不酸 冷而不寒 微尝之多 除凡解卷 又酿以为酒 甘于驱孽 善醉而一醒 到之故意流线夜爱 旷勤食之夜 看完之后 有没有感觉脑洞大开 假如这位吃货皇帝活在今天 胡托托就是一位美食评论家呀 说不准还能开个美食博客 有时没事写个美食点评 这也是滋润的很 唐太宗李世民皇帝界的酿酒大事 想当年我们大唐可是万朝来喝 可是你听说过天子李世民 学习自酿葡萄酒吗 听起来是不是像张飞卖豆腐一样稀奇 不要奇怪 这确实是真的 秧秧五千年中华文明 中国皇帝界也是达人很多的 据史书记载 公元六百四十年 唐军威武征服了高昌国 于是把西域的葡萄和葡萄酒配方 带回了长安 唐太宗李世民对葡萄酒的酿制 非常感兴趣 他亲自动手在他的皇家园林中 开辟葡萄园种植葡萄 然后结合中原的酿酒之方 宜然自乐的酿起了葡萄酒 据说李世民前后 共酿成了八种不同颜色的葡萄酒 还真是具有研究精神 堪称酿酒大事 葡萄酒酿好之后 唐太宗也特别大方 跟陈宁一起分享他的劳动成果 于是历史上也留下了 唐太宗派葡萄酒芳心酷烈 为坚提案的千古美炭 康熙皇帝借红酒养生敌人 泡澡喝红酒 台湾作家黄荣郎有本 《大清时报》二部曲 开创盛世 此书详细地记录了 康熙与红酒的情缘 让世人大开眼界 原来大名鼎鼎的康熙爷 还有这么柔情的一面 根据书中记载 康熙的医术了得 非常精湛 他不仅常常为大臣 开方子治病 更是懂得泡澡 喝红酒可以养生 用现在的话说 那可是相当的欢迎 康熙爷的好医术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正所谓酒病成医 这话用在康熙大帝的身上 也特别合适 康熙曾经深染涅气 于是对西医 西医要颇感兴趣 经常向欧洲传教士 请教医学之事 话说这康熙爷 还真是虚心好学 经过长久的西医熏套 摸索出了泡澡 有一定的致病效果 不仅如此 康熙每天必须做的事情 不是品尝各种茶 而是每天喝一杯葡萄酒 尤其在睡前 小着几杯红酒 这样说的话 康熙爷还真是中国 第一个懂红酒养生的皇帝 泡澡喝红酒的潮流创始人呢 这三位皇帝在历史上 是出了名的热爱葡萄酒 这独特的眼光 如果放在当代 不仅仅是葡萄酒界的大咖人物 而且是眼光非常好的投资者 如今 葡萄酒基金 葡萄酒七九 葡萄酒投资 拍卖等等 都具备乐观的市场行情 如果这三位大帝 知道当今葡萄酒市场 这么风生水起 应该会感慨 无意间对葡萄酒 做出的贡献吧 接下来 好